哈嘍隊友好我是KC 今天要在家裡做一道地中海非常熱門的海鮮料理 慢燉章魚 質地堅韌是章魚這個食材的特性 所以如何軟化肉質讓它咬起來不會那麼韌 就是今天料理的重點 我們要用WMF新推出的FusionTech Aromatic 陶鋼全能鍋來製作這道菜 這道料理會做無水版的 所以剛好可以用來測試這個鍋子的真空隔熱的特性 還有它保存食物水分的效果 做法沒有想像中複雜 大家都可以在家裡輕鬆完成 讓我們開始今天的慢燉章魚吧 這道慢燉章魚做起來真的很簡單 把東西切一切丟進去就搞定了 最重要的還是章魚 料理章魚的秘訣就從保存開始 你要先把它冷凍再解凍 它的肉質就會變得更加軟嫩 我們在經過30分鐘以上的燉煮之後 保證小朋友都可以吃得開開心心 為什麼章魚要先冷凍呢 是因為在冷凍退冰的過程 細胞壁裡面的冰晶 它會穿破細胞壁 整個的纖維變得更加的柔軟 所以你在煮的時候 它就更容易達到軟化的效果 如果是新鮮買回來去 直接下鍋煮它就會更難煮軟 我們今天的食材非常的簡單 就是洋蔥 橄欖 橄欖 大蒜 小番茄 馬鈴薯 巴西里 田羅勒 OK 我們先來處理蔬菜 選小番茄是因為它比較甜 然後它可以比較有效地在熬煮的過程當中 釋出它的水分跟甜味 OK 今天我買回來的章魚是已經 事先處理過相當乾淨 如果你自己有點疑慮的話 你可以先滾水汆燙 大約30秒到1分鐘 拿起來再冰鎮就可以了 先把頭跟身體分開 章魚腳切小塊 我這個買回來的時候 就已經幫我處理好它所有的內臟 還有它的嘴巴跟眼睛 如果你是單純跟魚販買的話 你可以請他幫你把眼睛啊 內臟啊都先處理掉 章魚本身就是帶有 非常濃郁大海鮮味的一個食材 因為它這個身體裡面 它含有大量的水分 所以其實我們在燉煮它的時候 就不需要加水 或者說是加一點點就可以了 其實我們會在高溫的過程當中 就會逼出它相當多的水分 那這就是燉鍋水分的主要來源 因為今天的章魚比較小 所以就用一隻半 那我們現在開始料理吧 熱汁 經過大約不到五分鐘 你就會開始看到章魚已經釋出非常多的水分 因为章鱼橄榄本身就已经带咸味了 我们就不需要再多加额外的盐巴 我们在最后起锅之前试一下味道 需要再调整就好 等水分煮滚以后转最小火 盖上锅盖 焖煮30到45分钟 最后的成品状态就是 看你喜欢收汁到什么程度 那我是喜欢它带有一点浓稠浓稠的汤汁 这样子就可以 今天用的陶钢全能锅是德国百年高端的厨具品牌 WMF推出的新产品 推出了一种创新材质FusionTech 使用天然矿物陶瓷和铸钢 经由1300度一体成型烧结而成 天然健康并不是涂层锅具 低油烟易清洗耐刮 能适应多种炉具设备 使用金属制的料理工具也能完全不用担心 最大的特色是适合使用中小火烹饪 火苗不超过锅底更好 在炖煮过程中不用担心耗食不入味 搭配上大小布衣水滴式循环锅盖 以及锅底平整坚硬的刚心 等于是在锅内创造双炫式热对流 过程中快速而且均匀的导热 省时省电更省力 慢炖章鱼我使用的是前炖锅22公分大小 刚好很适合小家庭使用 即使这两只章鱼都能轻松的放入 炖煮时盖上不锈钢锅盖 也能创造锅内密合空间 还能留住食材水分 那我们现在就计时30分钟 慢慢炖煮 时间已经经过了30分钟 完全一滴水都没有加 你看它自己就释放出了多少水分 我现在会把火开中火把水收干一点 这个汤水你把它拿来煮意大利面 或者是做炖饭都是非常好的高汤 哦 香呢 现在关火 重新上锅盖 再焖五分钟就可以起锅 我们这一份慢炖章鱼大功告成 刚才就是整个慢炖章鱼的制作过程 现在来试试看看 章鱼的鲜香味很明显 大海的咸鲜搭配巴沙米克的酸 这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组合 好 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这个呢就是要 面包就是要像这样 有没有 沾着这个大量的酱汁 如果你不知道法国面包要配什么 我跟你说配这个炖锅就对了 超好吃的 那种酸香味 咸鲜味 全部都在你一口当中 而且番茄在里面扮演了一个 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角色 它先有了这个底味之后 然后配上章鱼的大海鲜味 最上头还有一点巴西里的那种 风土的一种香味 章鱼的肉质异常的软嫩 入口很轻松就可以咬掉的一个状态 很舒服很快乐很轻松很简单 这道料理不用说就是一道完美的下酒菜 不用出国就能够感受到浓浓的地中海风情 不管是配白酒或者是红酒 我觉得都蛮适合的 秘乳也可以 那现在就来分享一下我最近使用陶钢全能锅的心得 第一点我注意到的是 蓄热能力非常的强 而且食物在里面炖煮的过程当中 它都可以完全均匀的受热 这点很厉害 另外一个优于法郎铸铁锅的好处在于 它完全不会生锈 一般的法郎铸铁锅它都会有一些边边角角是会生锈的 锅子本身会沾色 但是陶钢全能锅就完全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再使用起来非常的轻松 也不用担心锅子用久了会不会有不好的不喜欢的颜色 那它也可以进洗碗机 所以清洁起来也很方便 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点就是 你可以用不锈钢的器具去料理你的食材 做菜又更愉快 WMF Fusion Tech Aromatic 陶钢全能锅 在清洁上不需要特别的保养 如果产生沾黏现象 可以置入8分满水后加热煮沸 搭配海绵进行刷洗 而且Fusion Tech的锅具都可以进烤箱跟洗碗机 非常方便 各位朋友如果想看到我制作更多的无水料理的话 欢迎你在下面留言 喜欢影片也请按赞分享订阅频道 我是克里斯丁 我们下期影片见 拜拜